在四席立委补选不能输的压力之下 让国民党秘书长金普冲 果然是泪出病来了 就任以来呢 南征北逃的补选 结果日前感冒到全身都无力 到医院掉点滴 最近他的病情加剧了 还失声 没有声音骚瞎了 那么昨天排定是要到花莲 去陪同立委候选人 王提升的夜市扫街行程 后来都被破取消 一开口就坦诚自己生病了 不乏比平常缓慢 眼色惨白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冲 声音好沙哑 最主要是感冒 然后这个声音 有点这个烧香 真的生病了 金普冲连说话都很困难 因为感冒 晚了好几小时才进办公室 事实上上午9点14分 国民党中央发出简讯 通知原定到花莲辅选的行程 取消了 但金普冲还是到党中央 主持会议处理公文 一向自豪还参加过铁人三项的金小刀 怎么会突然生病了 原来都是为了立委补选 南北奔波真的累出病来 国民党内还传出 前几天金普冲跑到医院掉点滴 看看金普冲的行程究竟有多忙 星期二金普冲南下新竹 见证张碧琴 秋静纯大和解 当时声音就很微弱 不敢用力讲话 不过精神还算抖擞 但撑到星期三 为四席立委辅选造势 感冒就越来越严重 红色逼头缓慢跟上节拍 不时还摸摸眼睛 金普冲病奄奄 生病的模样 藏也藏不住 原本规划2月6号还要到花莲造势场合 骑脚踏车 不过在医生建议下 确定已经取消 马总统更以电话关切 要这位铁人秘书长身体好好保重 中心新闻以东翼 黄一群呱起拍报道